有不一樣故事的聲音 每一個人都有他感人的故事 每一把聲音都有要關心的地方 每個月不一樣的人物 每個星期不一樣的故事 帶來不一樣的觸讀 有故事的聲音 Show Podcast 十三篇人間有情 王葉仲平博士 摸著茶杯 同你情緒 聊聊天 情深 心情 送暖 我是王葉仲平 你可以叫我做王太 我是一位家庭治療師 從事了這個工作三十多年了 今天我想和你分享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叫做快樂王子 是我小時候看過 我認為是最感動的一個故事 故事就聚述有一個挑素象 他叫做快樂王子 他的身上貼滿了金箔 他還有一對很清晰閃亮的鶴藍寶石眼睛 他的腰間就配著一把寶劍 上面都鋪滿了紅寶石 快樂王子在一個城市最高的一個點上 所以他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這個城市發生的所有事 但是他卻是看到這個城市裡很多很不幸 很多有困難的家庭 快樂王子有一個朋友叫做小燕子 其實小燕子是一隻迷路的猴鳥 他和他的朋友是走失了 剛好在這個時候 他就和快樂王子建立了一份很特別的友誼 他聽到快樂王子的心事 他就把快樂王子身上很多的金箔 寶石一件一件剝下來 就送到這些有需要的家庭 其實這個故事是很傷感的 最後快樂王子是什麼都沒有了 不過他仍然是叫做快樂王子 因為他的快樂不是他有多少 而是言於他是能幫到多少人 香港近年都出現很大的經濟困難 預計失業率會更加嚴重 根據政府統計處 他在2021年年底發布的數字 有25萬3千人失業 失業率是7% 差不多是17年來最高的 在最近幾年疫情 加上移民潮 其實2022年我們都不敢太樂觀 如果今天快樂王子 站在香港的太平山上高 你猜他看到什麼呢 可能他都會看到很傷感的情境 不過透過一些有心人 香港的故事都可以溫情揚日 最近我就聽到一個這樣的故事 有一個小店的老闆 他跟他先生一起 夾手夾腳經營了一間快餐店 不過他做了整整一個月 扣除了支出之外 居然他連一元的薪金都知道不到 雖然他是有工作 但是實際上他是白做 在這個時候 其實有很多小本經營 打工仔 他們都是這樣的 他們背著很沉重的家裡的經濟壓力 不過小店的老闆 他就有點像這個快樂王子 他自發地做了一個送飯的行動 就將到這些溫暖和支持 送給一些很努力掙扎的單身家庭 清潔勞工和打工仔 在送飯的時候 小店的老闆 他是很小心地準備自己 雖然他是很忙很忙 但是他要求自己 要好好地接待這些來拿飯的人 他說送飯是次要的 要小心去保護對方的尊嚴才是最重要的 朋友 你知道嗎 原來我們 可以拿出去 分出去 我們先覺得自己擁有 這種分享的精神 正是今天社會最需要的 我們也都叫這種 叫做基督的心場 很簡單的 你可以叫這個做愛 所以 日本的私人書法家 雙田光島 他就有一句這樣的名句 他說沒有下不停的雨 雨的 雨一定會過去 困難 總是會過去的 不過在等待的時候 其實就是最辛苦的 如果我們能夠以愛相待 互相的支持 其實這個等待的時間 我們會覺得短一點 和溫暖一點的 你說是不是 現在感覺很 Epic 怎麼辦 你看我 你看我 那些痛快 看我 就是 你在這裡 十四十五三 你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